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它是怎么画出来的话呢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呢还是先来做一个妆前保湿的工作 然后呢来桌霞 因为我觉得日杂妆的话呢 它的那个底妆的感觉不是那种特别完美类型 就他们还是喜欢那种比较自然一点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斑斑点点会觉得更可爱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重点 把黑眼圈折掉 然后呢把像我这边就是姨妈抱的这个大豆给它折掉 后面还是用亮的这个遮瑕 然后去提亮一下内沟这里 因为日系的话它会比较追求这种就是脸颊 这里会看起来有点蓬蓬的水润感比较强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里的话 画一个大的这样子的三角 用比较亮的这种遮瑕 然后把把令纹 嘴角暗沉的这里 用这种海绵蛋给它推开 今天的底妆部分呢用到的是这个 NACO的这一个气垫BB 然后我选的色号是C23 是一个自然色号水润款的 今天的这个底妆呢需要的也是那种比较就是自然一点的妆感 遮瑕力算比较弱的那种 因为它的质地是轻薄的那种水润款嘛 所以说遮瑕力的话气垫一般都比较弱 半边脸也给它补起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妆感 是这种不假白 然后也不发挥也不死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是比较轻薄的这种感觉 那整个自然色呢是比较贴合肤色的 然后我们来画眉毛 日系的眉毛属于那种比较野生眉 就是他们比较喜欢那种野生眉 所以呢也是不用画的太精致 这种毛流感 还有就是他们喜欢那种毛茸茸的眉毛 所以我们大概的话用一把大概的型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等一下再上一层眉粉 眉粉里的这个颜色填补一下眉毛 眉粉会让眉毛画的更自然一些 它没有那么强调轮廓感 眼影部分呢今天用到的是NACO的这个单色眼影 他们一共给我寄了十个颜色 那我给你们刷一下 手臂试色看一下 今天会用到的呢是这三个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 再来铺个色 how can we do not hear you 就是这样的好世界 也许然后在这一种的面园 我让我们更快的想法 我们也以为此 今今天要ін到这个裆子 你自己来的电话 在这个译上 fototyling的右边 在这个眼线还没有干的时候 快速的拿出这个 之前的这个 眼影刷 然后把这个边缘呢给它 渐染自然 这样子就会显得眼睛特别的自然 而且它日系的话 它追求的是那种 就是他们不喜欢那种拉得很长的眼线 所以就画到这个程度 就是又自然 然后又能放大眼睛 还能显得眼睛深醉一些 跟这边比的更柔和 用眉粉里面浅色的 然后来修鼻 用刀用到的是 贝卡的这个 因为我的脸型的话 就是这里会比较凹进去嘛 所以我就不修这边 因为会显得整个脸这样子更凹 又突出这块 所以我会就修这里 把这一块全磨到大黑 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定妆呢 留到上完腮红之后再上 那有可能因为日系的话 我今天会想画那种比较强调腮红的一个感觉 我就害怕万一下手中还需要调整 所以我会把这个定妆呢 放到最后来上 然后我会用一个腮红膏 然后来 先给打一下底 轻轻地拍上去 让它有一个底色 因为日系的话 它的腮红其实会都比较的突出嘛 他们喜欢那种比较横向的 就不像一般我会打这样 就是斜的嘛 他们会喜欢就这种横向的 横着这样子 一个这样子会跟今天的整个色系比较搭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暗色 叠加在上面 这样横着去扫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强调女孩子的可爱 或者是他们强调妆容的时候呢 喜欢往鼻头 然后鼻梁这边来画一点点的腮红 那就是高光今天选这个颜色 最后呢我们来上伞 在 唇妆这边呢 今天用到的也是Nekko的这个唇釉 今天呢会用到的这两个颜色 先用这个浅色来打一下底 然后再叠加这个颜色 没有没有发现日系的那种日杂妆容的话 他们的嘴唇呢都是边缘都是很模糊的 这种就是会突出一个 感觉像吻唇妆那种感觉 就他们很少有那种 会把边缘画得很锋利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第一层上完照 用手指指腹 把嘴巴的这个边缘呢 给它熨染一下 最后呢我们再去打理一下头发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给我多收藏 多投币多弹多留言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